组装常理时 请握着管体的部分来进行组装 避免按到按键的部分 影响按键的密合度 吹头接到管身 我们以吹头对到第一个按键 以及吹头的边缘对到第一个按键的中心 这两个范围以能吹奏出最响亮的音色为最佳的位置 尾管接管身的位置 以尾管的轴线对到管身最后一个按键的中心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位置 这样就组装完成了 如何正确的保养常敌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学会正确的保养清洁 乐器的使用寿命就可以延长 吹奏前建议先洗手漱口 避免过多的油脂附在敌身上面 吹奏后 我们要用不有棉布的擦拭棒来擦拭管内的水分 关于敌身的外表 我们要用没有药水的擦拭布来擦拭 经过半年或一年的使用 多少会有氧化的情形产生 我们这个时候再用药水成分的擦拭布来擦拭笛 在吹头以及管身的结合 偶尔会碰到结合不顺的时候 我们可以擦拭薄薄的一层 凡士林或者是护唇膏 让它的结合顺利 因件转动的关节部分 我们也可以上优良的润滑油 或者是由乐器师傅进行保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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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